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有位观众问我说 哈喽你好我想问你最近对一位外国朋友有好感 但我英文其实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跟他聊下去 也怕他因为觉得我的英文太难懂而疲倦跟我聊天 这该怎么办勒 所以OK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 好像70% of communication is nonverbal 就是70%的沟通不是讲的话字眼这样子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跟人家不用字来沟通勒 刚好有另外一个观众在问我说 YouTube LA洛杉矶那个受讯的时候 他们在训练我们创作家嘛 那我他的训练有不同不同的训练 有些是幕后的那有些是目前的 那我最近就 还写了好多很多notes 因为我们有一个教练 他本来是训练我幕后就是怎么写这个剧本 有点像是导演一样 结果后来这个教练说他要训练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就是好像演讲之类的 其实这个我之前在MBA有受训练过 可是我被那个教练有点吓到了 好恐怖 他有点 我不要讲细节 可是反正我在MBA受训练 那个教练把我吓死 然后这个YouTube的教练他 他跟我说绝对不会这样子 然后他叫我一定要来参加 那他就讲说 他有一个很好笑的exercise 就是exercise是一个练习 他是说要我们讲一个好像诗一样 可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观众是好像我们要卖车啊 或者我们在卖演唱会的票 然后有好像五十万个人啊 在好像小巨蛋一样 然后你要讲这个诗 可是诗的词 可是你要讲给好像五十万个观众 然后 然后他就叫我们自己挑一个诗嘛 就 我就很好笑 看到旁边有个六尺三很高的一个男的 就他突然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然后突然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然后我们大家就突然猜到 他在唱一个儿童时的歌 就是 I'm a little teapops short and style 然后 然后 就很好笑 就是我们还没有听到他 可是我们在旁边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在做这个儿童时的歌 就很好笑 结果他基本上这个教练呢 是在训练我们说 除了我们讲的字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表演 那 这个是 他是在训练我们通常好像记者啊 目前的人啊 通常会有这种课 可是 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上这种课 就是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戏剧班的同学 他拉我去参加他们戏剧团体的一些游戏 有一些晚上的时候他们的聚会这样 那他们就常常做这种叫 improv 叫improvisation 就是即兴表演 那 他就是说 通常有好像 一排人 这样子 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 就是说 第一个观众做 好像说 讲一个好像 动作 好像说 我现在正在洗澡 然后又在唱一个 又在rap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人就要做这个动作 就是说我现在正在洗澡 然后又 又在rap 这样子 可是他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脑子里要想说 想讲说 下一个人的动作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 你脑子里跟你做出来的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那个正在洗澡 然后又在rap的那个人 可能说 我是一个猴子在动物园里面 呃 吃 人家丢给我的爆米花 然后 下一个人就要 好像我在吃 我是猴子 然后我是 呃 在吃爆米花 然后你就要想说 做的动作是这个 可是你要讲说 我现在是 呃 you know 空服人员在 飞机上 给人家端饮料 这样就是说 你要练习说 你的动作 跟你的 心灵想的东西 可能是不一样 那他这个就是在做什么 他其实 这个游戏 其实是在给我们一些信心 信心说 一方面是让我们好像更放得开 因为 我真的是 我每次 跟他们做这些表演的 这些游戏的时候 我都放不开嘛 然后那个 我教練一直问我说 Ruth 你是不是律师 我说不是 然后我说我练数学系的 他说嗯 有点下 然后旁边有一个也是放不开的 他也是个白人嘛 结果他就是工程师 那 这个游戏其实是给我们一些 好像自由度 还有让我们一些体验说 就算我们很夸张 也没有人会笑我们 这样子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讲出来的字 我们表达真的 不是只是讲出来的字 有时候是你的表情 有时候是你穿着 有时候是 你可能好像有些 有时候你讲话讲的速度快慢 嗯 大声小声 嗯 阴阳顿挫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上的另外一个课 嗯 就是说 嗯 有时候你讲话 可能这样停顿一下 那你就会让所有的观众 也跟着你停顿一下 然后好像 你的停顿可能 人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有时候是说 你很认真正在想 然后 感觉就是说 所有的观众的感觉都不一样 然后有时候看你 当然是要综合你其他的表演 就是你讲的话的前后 或者你不讲话的时候 你有什么表情 这样子 你的肢体动作 像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男的 他是一个很大肢的 从欧洲来 像 有点像 就他讲话 手 永远是在这样 这样 然后我们的教练就给他 一对一的 就是我们当时 这一班創作家 就是YouTube創作家 一般的 一般我们大概只有十几 不到二十个人吧 这个教练会给你一对一的 review跟feedback 那我当时在大学 跟朋友的时候 他我们是同学之间玩乐 所以你根本没有什么 一对一的这样子 feedback 然后我们当时念MBA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当时 有一两百个人 而且这是额外 也就是说不是说 不是一堂你需要上课 所以我们当时 也是没有这样一对一的 这样子给你feedback 所以 当时我觉得YouTube 给我们的训练是很好 就是他给你一对一的feedback 我就已经知道说 我比以前 上这堂课的时候 我已经进步很多 这样子 所以 如果说你想要跟一个外国人 聊天 可是你英文很烂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我建议你说 你可以去读一些 书 我不知道这边 这边有很 美国有很多很多这种书 而且通常都是好像搞笑的 演员啊 演员在写这些书 他说怎么样去可以去表达 不用用你讲的话去表达 或者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 去这种戏剧班的课程去试试看 或者你现在正在大学的话 我真的觉得在大学你要去多尝试 而且 当你多尝试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经验 你这些经验 你就可以去跟人家聊天 而且有时候你聊天 不一定是说 讲你的感想 如果你英文很烂的话 你可以跟他有表情 就说 oh that's awesome 就是 像我 像有时候我那个 喔 我教练在台上训练我们的时候 我当时 我很吓到他做示范嘛 我那时候他做一个示范的时候 我当场吓到 我就让嘴巴掉下来 英文是 my jaw jaw 结果这个教练 他表情没有改变 可是他后来表演完 直接我们之后 他就说 刚才Ruth 表情让我觉得我真的做得很值得 他说我当时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Ruth嘴巴这样 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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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像说 他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说 他脑子里 可以马上这样子 很快的想出一大堆 呃 因为当时他的exercise 他要假装是 他是任何主题的 expert的专家 然后他就说 叫随便什么人 就是说你每20秒 丢出一个主题 然后他 我们丢出的主题就是很夸张 什么棉花糖啊 Crux那个鞋子啊 然后 早上吃的那个Cereal 英文的早餐啊 然后他就这样子 每20秒就讲 一直不停的讲 然后我们就这样下来到 而且他讲的那个内容 其实是他编出来的 可是他就是装得 像一个专家一样 所以我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当场就是嘴巴这样子 下巴就这样掉下来 他就说我印象中 我今天上课 上的印象最深的就是Ruth 看到我表演 嘴巴掉下来 我真的觉得很值得 这样子 所以你看 我没有用 我没有讲话 我只是一个表情 而且我是一个很真实的表情 这个教练跟我就有沟通嘛 因为我当然不能讲话 因为我会打断他的表演 有时候我们开会 我们不讲话 然后我就这样 就是说I got you 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就知道说我支持他 那你这种状况 因为你对他有喜欢 可是他现在开始 已经对你 有点好像没有意思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看找说 一些活动就是说 你们不一定要有语言 像是你们可能看一个像 很热门的电影啊 或者你去参观 像我平常约会 因为我很讨厌去看电影 因为我去看电影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个人聊天 因为 所以我们基本上 是两个人进了电影院 然后就这样 去看完电影 电影院出来了 然后 不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样 如果是什么恐怖剧 还是什么 你的心情还会被这个电影给搞乱 可是你的状况 可能是刚好相反 你现在就是不想要讲话 如果说你不想 就是说想要希望讲话 是到最小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去看电影啊 或者去什么游乐场啊 像 或者你可以跟他说 我带你去 可是你是女生 所以最好是男生带你去啦 就是说 那你可以问他说 你有没有想要去哪里啊 你可以去介绍 带他去好像当他的导游啊 那这就是说他需要依赖你 那你就可以表现出说你是一个很 呃 怎么讲 很有耐心的人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去控制这个状况的话 你可以 可是我 通常是希望说 男生来 对我 做一些 这样子 就是他来表现 他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耐心的 那个 呃 因为通常是要男追女嘛 可是你现在是反过来 就是你就是女追男 那 我这样 这只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些主意 如果说观众你有什么主意 可以给这位女孩子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 留话 这样子 我建议 我像这次觉得 我建议大家观众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去可以上一堂课 就是说 上 我知道不一定说你是当演员 可是你可以去上一堂课 试试看就是说 像演员做的任何事情 我知道很多观众问我说 怎么对付同事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实验室 你要去实验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 念看不同的书 增广你的眼光眼界 然后你会去发现说 其实你现在去学的 看的一些书 学的一些课程 到最后其实都会converge 都是会对你有帮助的 对你的人生有帮助 对你跟人家沟通怎么帮助 对你 让你对付各式各样的状况 都有帮助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 我觉得当时大学的时候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因为我当时是没有时间 因为我的课程实在是太难 就是说你去尝试一些 你从来没有想象 要去上的一些课程 或是团体 那当时我通常都是朋友拉我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就是说他们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他要参加这个社团 那他就是好像这个社团的业务 然后就把你劝进去了这样子 不然我自己是 我也说咚 就跑去上这场这个社团 所以我当时之前练那么久 我才发现说 我有进步一点点这样子 那今天 我知道很多观众好像看了我的影片 就说 我听小如讲了这个影片 20分钟之后 我马上就可以实行 其实不是的 你要一直不停地练 而且你要一直不停地看不同的书 让你这一方面 就是你觉得你弱的地方 一直不停地进步 这样子 所以 OK 所以如果说我找到一些 中文版的 这一方面的书 我会放在这个影片下面 那我建议你 今天去看看有什么课程 可能是练习 在台上表演啊 或者什么戏剧般好玩的啦 像我通常是找芭蕾 这课程 这样子 而且你要 不一定说你 找到第一个 在你家附近 然后去上 然后你就会喜欢 不一定 有时候你要换不同的老师 像我在台北 我是换了大概六家芭蕾舞 教室 才找到我喜欢的 因为我中间还有一个老师 我只是用台湾国语 在讲口音去讲法文 搞得我头都这样昏了 这样子 而且他当时教的 我发现跟美国教的 完全是有些地方是这样相反 所以我脑子根本转不过来 这样子 OK好那我今天 我可能不会讲我一些 YouTube上的课的细节 因为真的太多了 而且我们那个训练是好几个 几乎都是半天 所以不可能说我一个影片 把它讲出来 这样子 嗯 不过下一次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的话 我再仔细讲好 因为有好多不同的课 他在训练我们 这样子 OK 好那我希望今天的影片 有帮到这些观众 记得 百分之七十的沟通 都不是讲出来的话 就是英文是 70% of communication is nonverbal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 有什么别的方式表达 就是上课啊 你可以去看书 说是怎么样去表演啊 还有 我常常跟我同事都是这样子 有眼神啊 而且你知道 手势知识啊 这样子 OK 好那下一次再见面咯 拜拜 哦 如果你还没开始跟我 你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跟我这一台 那我的social media 都在这边 我的中文台是这个 就是你现在这样看的 英文台是这个 哦 如果说 我放在我的 呃 女生版的话 就是洛杉矶女孩在台北 可是我现在是在加州 这样子 OK 那你也可以在我的脸书上面跟我沟通 呃 我脸书在这边 OK 好下一次下个礼拜再见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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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 scrip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